兄姐妹平安 今天经文的进度 在生命纪第十五章 一到十一节 整个生命纪第十五章 是一个完整的段落 十五章一到十一节 谈到豁免年 十五章的十二到二十三节 在谈释放奴仆 这整个 这一整章 大标题是 敬拜的精神 其实就是说 我们 神的指名 在对神的敬拜里边 我们期盼 从神那里得祝福 或者我们在尊荣神 我们在敬拜的里边 要显出来的 对神的敬拜 其实是显在 这些弱势 这些需要 贫穷跟孤儿寡妇 寄居者 或者奴仆的身上 或者穷困的人的身上 那今天的 经文是十五章一到十一节 十五章一到十一节 也可以有一个完整的分段 有三个部分 第一个部分是一到三节 提到什么是豁免 第四到六节呢 提到为什么要豁免呢 第七到十一节 提到如何实行这个豁免 什么是豁免 豁免就是说 免除债务 免除债务 十五章第一节说 每逢七年末一年 就是每个第七年 学者有不同的看法 是第七年最后一天 或者是第七年的一开始 那我参考赖建国院长 他的解释说明 是第七年的一开始 要施行豁免 就是不用再还债 债务的赦免 全然的赦免 当然这里学者 也有不同的解释 到底是全部赦免呢 或者是有不同的比例 不同的还款的赦免 但基本上精神 是我们可以理解 可以知道的 是免除那个债务的重担 有个喘息 或者使人可以重新开始 经济自立的一个机会 在以色列百姓当中 有大概两群的人 一种是前面 昨天我们提到的 城里寄居的孤儿寡妇 我说孤儿寡妇 在当时那个时候 不像我们现在 可能还有一些打工的机会 工作的机会 可是在那个时候 是需要仰赖丈夫 或者男人来供养的 所以这一类的人 是要长期的供应的 长期的供养的 长期的词汇来协助的 他是要透过全部的人 在第三年的时候 那个十分之一 全程的人一起来供养 那另外有一群人 他们是突然遭逢不幸 使得他们陷入贫穷 甚至要卖身为奴 那因为卖身为奴 所以他就没有办法 有机会经济自立 如果给予适当的帮助 或者债务的赦免 豁免 他可以自立更生 他可以经济独立 那这里谈的比较是第二类的人 OK 说豁免的定力乃是这样 凡债主要把所借给灵社的 豁免了 债主呢 到了第七年 要把借给灵社的这些钱 豁免了 这里是指的是 以色列百姓 是在弟兄姐妹当中去施行的 不可向灵社和弟兄追讨 因为耶和华的豁免年已经宣告 这里的豁免年已经宣告 是一个公开的宣告 比如说第七年一开始 就公开的宣告 这个这一年 现在呢 是耶和华的豁免年 所以他这一宣告就表示 这个不用还债了 那宣告豁免 宣告赦免 若借给外邦人 你可以向他追讨 就是非犹太人 可以向他追讨 但借给你弟兄 无论是什么 你要松手豁免了 松手就是不要紧抓着 放开 不要再追讨债务了 这次提到 什么是豁免呢 那接下来要谈的是 为什么要豁免呢 有两个原因 第一个指到呢 国内就没有穷人了 第二个呢 指到这个国家就名副国强 国际地位可以提升 第四节开始说 你若留意听从耶和华你神的话 谨守遵行我今日所吩咐你这一切的命令 就必在你们中间没有穷人了 这是一个祝福 上帝的心意是要以色列百姓当中没有穷人 而这个没有穷人是透过 以色列百姓当中的这个主动的借贷跟豁免来达到 OK 那么这里有一个补充 在耶和华你神所赐你为业的地上 耶和华必大大赐福于你 也就是说豁免并没有造成债主利益上的亏损 反而呢是一个机会 是一个领受上帝祝福和恩典的机会 在耶和华你神所赐你为业的地上 耶和华必大大赐福给你 所以这是一个应许 神向以色列百姓的保证 由你们来施行豁免 来显出你们的上帝 你们所信靠的上帝是多么的丰富跟慷慨 借着你们的慷慨显出上帝的慷慨 借着你们的给予显出你们对上帝的信靠 那接下来呢第六节 因为耶和华你的神必照他所应许你的赐福于你 这里摩西再次强调这是神的应许 他一定如果你留意听从 谨守遵行这个豁免 那么神必照他所应许的赐福给你 神有这个应许 你必借给许多国民 却不致向他们借贷 你必管辖许多国民 他们却不能管辖你 从个人的百姓当中的这个豁免 达到呢民富国强啊 甚至整个国家都强盛了 这个管辖比较是政治上的统治的概念 也就是说这个国家强盛了 没有人能够挟制他 因为国内的贫穷人都得照顾了 这个大家都一起的富足 那第七到十一节要谈的是如何实行豁免 在耶和华你神所赐你的地上 无论哪一座城里 你弟兄中若有一个穷人 你不可忍着心 斩着手 不帮补你穷乏的弟兄 七到十一节呢 也可以分做三个小段落 提到如何实行豁免 第一个就是要善待穷人 他举了一个例子 你如果看到 无论哪一座城里 你看到弟兄中有穷人 所以他是 这个命令是针对以色列全族群的 你不可忍着心 就是你不能够袖手旁观 斩着手 这个斩就是相对于松开手 就是封闭的抓着 不帮补 就是你好像抓着钱不给 不去帮助 不帮补你穷乏的弟兄 你不可以讲 那要怎么样呢 总要向他松开手 照他所缺乏的借给他 补他的不足 所以这里讲到要善待穷人 要借贷 借贷给他 借贷给需要的 我刚才说到 因为 遭逢不幸 有些意外 这个造成 只要给一些机会 一些帮助 他就可以自力更生 可以经济独立的这样的人 你要谨慎 这是第二个 这是你 你要谨慎 不可心理起恶念 说 第七年的豁免年快到了 你便恶眼看你穷乏的弟兄 什么都不给他 以致他因你求告 耶和华 罪便归于你了 这意思是什么呢 就是说 我看到有弟兄贫穷 我有能力 但是快要到豁免年了 已经到第六年年尾了 我现在借他 他就绝对还不了了 就是我现在借他 他豁免了 那就不用还了嘛 如果是第一年借他 我还可以拿一些回来 就是第五年第六年借他 我拿回来一点点 那算了我不借 等这一年过了我再借 或者是怎么样 所以这里是如何实行豁免呢 第一个提到说 你必须 你不能袖手盘观了 你必须善待穷乏 第二个提到 你不可起恶念 要怎么样呢 你一样得要借给他 OK 那第十节到第十一节提到说 要怎么样实行 你要相信神必赐福 你总要给他 给他的时候 心里不可愁烦 就是你给他 你借给他 不要去担心说 他 因为这个豁免年到了 不会还给你 或者是你借给他的时候 很愁苦 就是哎呀 没办法 上帝这样规定了 我只好 只好多少给他一些 不是这样 他这里强调是要甘心乐意 是从心里面甘心的 心里不可愁烦 因耶和华 你的神 必在这 你这一切所行的 并你手里所办的事上 赐福于你 原来那地上 就是迦南地 的穷人永不断绝 也就是说 常常会有因为一些 招逢不幸而有的穷人 一直都会遇到的 所以我吩咐你说 总要向你地上 困苦穷乏的弟兄 松开手 那么这一整段 我们就看到上帝对于 强调 以色列百姓当中 群体之间彼此的责任 他特别强调是 你要你要有一个 主动的关怀 那因为要主动的 就是看到 看到弟兄有缺乏 我们就要能够给 所以事实上 之前需要有一点预备 嘛 否则怎么可能 一口气可以 来借贷或帮补 而且是主动的 看到有需要 而且是甘心乐意的 意思是说 怎么会被我遇到呢 那这么穷的弟兄 在我家隔壁 不是 而是一个 感谢主 神给我那么多 我现在有能力 我这么多 这么丰富是神赐给我 那么我也要供应给他 我要借给他 帮补他 甚至快到后面年 没有关系 为什么 因为神还会供应我 所以这是一个 我蒙福的机会 这是一个得福的机会 太好了 所以神给我机会 把一些穷乏的人 摆在我 我看得到 我接触得到的地方 哎呀 那我要量着力量 来 来借贷 甚至来豁免 我想 这是在这一段里面 所谈到的 这一个 精神 其实我在分享的时候 我就想起来 在 我的孩子 两个孩子很小的时候 那么两个人 各拿了一支冰淇淋 那 这个 小的呢 那时候很小 然后走路不是 那么稳 走着走着 冰淇淋 啪啪就掉了 剩下那个饼干 哇 他清天霹雳 所以就嚎啕大哭 那我就看到 哥哥拿着冰淇淋 看看弟弟的 再看看自己的 知道他内心有一些盘算跟挣扎 他就把冰淇淋分给弟弟吃 一起吃 我是一个爸爸 我可以买一千支冰淇淋给他 我有能力买一千支冰淇淋 请问我在旁边看到了 我会怎么做呢 我一定再买 再买给他们 供应给他们 我想神的心就是这样 神 要我们 借着 怜悯贫穷 显出他的慷慨 显出他的怜悯 显出他的丰富赐 孩子 老大呢 能够给 是因为他知道爸爸还有 我给了不会就没有了 我们能够给是因为知道 我们的父赐给我们 所以我们能够给 不会给了我就没有了 我就消失了 不晓得我们在思考今天这个经文的时候 我们脑袋里想起谁 求神帮助我们 我们脑袋有没有什么画面 我们想到哪一个弟兄 哪一个姐妹 他正有这样的需要 我们可以跟我们的太太 或者跟我们的先生一起祷告寻求 现在就可以为他祷告 量着力气为他来奉献 或者来资助 无息的借贷 但是要留意这里说到 这里不是指着商业的借款 不是说有个弟兄做生意 所以我无息借给他一笔 不是指这一个 这里比较是指极难救助的概念 或者是说不是去填一个无底坑 比如说这个弟兄 或者是这个家庭 他长期的赌博 或者酒驾 或者是怎么样 他一个很大的洞 你是补不起来的 不是做这一种的 另外也知道说 要量着自己的能力 有些人他其实是很有爱心 很有怜悯心 结果他过度的帮助 亏损自己的家 要有那个界限 所以夫妻要同行 在财务上夫妻必须坦诚 然后互相沟通 必须同行 同行祷告寻求 一起来做 求神帮助我们 在今天我们就有一个行动 我们祷告 我们跟太太跟配偶一起祷告 寻求 在我们脑海中的那个人 我不知道是谁 但是主让你想起 我们量着力气 或者一小笔的奉献 或者认真的为他祷告 或者我们可以有一点无息的借贷 如果你财务上真的有能力 求神恩待祝福我们 手中若有行善的能力 我们不要推迟 怜悯贫穷就是借给耶和华的 耶和华神他必偿还 求神祝福我们今天的决定